大家好 全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12月17号2023年礼拜日上午西班牙时间8点38分 这有个消息啊 山西省三年解聘不合格的专家3000人啊 山西省官方发布公告啊 说今年共解聘1008名不合格的评标专家 过去三年共解聘不合格的评标专家达到3016人啊 这个说到这儿啊 就是中国可能有几十万个所谓的专家 就是评标 就是干嘛呀 就是招头标 什么这个专家组评标 这些事啊 这个招头标的这个专家呀 这个我还认识的不多 只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武警的 武警总部的一个上校 他就是一个应该跟这个建筑啊 什么这个营房建设呀 跟这有关系的 这个人 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差不多现在应该有个七十来岁了 七十来岁了啊 他就跟我说过 他说他们作为专家组的成员 去某些这个 比如说建筑工地呀 什么这个这个铁工机呀 楼堂管所呀 高速公路啊 甚至房地产的楼盘呀 他说基本上每次在正式招头标之前 领导就找他们了 基本就暗示给他们 有的时候不能说的太明白 但是那意思其实很明确 就是这次让你们把这个 他们不是有一个投票吗 投给谁 已经其实中国呀都是内定的 都是潜规则的 中国社会历来是两套规则 明规则和潜规则 明面上就是糊弄人的 糊弄老百姓的 实际上是按照潜规则在运行的 他说是这样 你得听招呼 你要是不听招呼 比如说人家说给谁 明明这个人的资质 他的能力啊 他的价格有问题 你也得给他 你不给他 下次人家再有这种招头标的会议 作为专家就不请你去了 他们作为专家是有钱拿的 有车马费 去一回举个手 至少几千块钱吧 总是有的 然后你要是不上道 人家打招呼 你不听 你跟人宁着来 你这个钱以后就挣不到了 而且以后别的单位也不会再请你去了 这是武警部队的一个上校 他本身也是个工程师 他也是个处长 这是跟我面对面啊 当面亲口跟我说的 这个人还告诉了我很多武警部队的 一些内幕 一些黑暗的事啊 这个人还是就算是比较有正义感吧 另外我本人也参加过招头标 你别看我是一个卖粮油的 批发大米的 我照样也有招头标 但是说实话 有的招头标我就中标了 是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跟我是朋友 就照顾我 有的招头标我没中标 那就是人家有关系 就把我给顶了 把我给听了 是吧 听了 就把我给fire了 我就出局了 就这么回事